這句話123 錢菜 結合上是出現了無頭惡魔 他抓起一名女性屍體 把頭扯下或當作自己人頭 然後穿上不知道從哪來的廚師服 他說今天他負責烹飪 他是掉落的惡魔 這邊說一下為什麼是掉落的惡魔 人大部分的恐懼都是後天造成的 但有兩件恐懼是人與生居然的害怕 一是從高處墜落 二是巨大的聲響 那按照這個說法 老師應該還會再讓生意的惡魔出現 這裡掉落的惡魔出現還有一個原因 日本三月是畢業級 通常決定學生未來的方向 日文的落榜叫走機人 同時也有掉落的意思 我只能說疼不老是你是鬼吧 在三月讓掉落惡魔登場 這麼詛咒那些失利的學生嗎 掉落惡魔收到地獄眾人的要求前來 還有他說料理沒吃完的人 會嘗到死亡的味道 請大家注意 我上次就有說這傢伙是召喚來的 這裡他也講了他是從地獄來的 人的死體成了召喚的媒介 那確實他就是恐怖根源的惡魔 他從來都沒有死過 他是用人體拼裝而成 所以現在的樣子應該跟他在地獄時不同 掉落惡魔現在開始烹調 他要先送給各位的是前菜 我這邊先講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似乎可以自己定下條件 前菜的條件是心靈受創之人 受創越嚴重的人 這裡他的說法是心越往下掉 生理就會越往上掉 上升到一定程度就會開啟一道門 把那個人送往地獄 這還只是前菜 後面大概還有各式各樣的條件把人送到地獄去 之前那個公寓的人大概也是因惡魔條件跳下去的吧 這邊我們先來想一下 這院基惡魔有說這個惡魔 會是引導世界走向最糟糕恐怖的地位惡魔 預言中提到的恐怖大魔王難道不是本來就存在的惡魔嗎 我會這樣說是因為 你們不覺得掉落惡魔的能力很適合尋找祭品嗎 雖然這裡只是在替地獄的惡魔準備食物 但其實意思就是把大量的人類送往地獄不是嗎 這感覺就是一場血跡召喚 只是現在他好像沒這個意思 好像就只是單純在弄吃的 後倒故事 阿薩因為惡魔的力量變得消極 優魯壓到振作點 因為只有他才可以做出強力武器對抗 接著是回應畫面 是一個收容所 在這裡都是雙親被惡魔殺掉的 阿薩蹲在那邊看書 射進來找他說話 他希望阿薩可以把貓給他一個喜歡貓的朋友 因為這裡有孩子對貓過 而且阿薩一直帶著貓不與他能交流也不好 這貓就是之前被颱風惡魔襲擊時救的貓吧 阿薩本來不願意 色戀繼續跟他說 在這裡的大家都是雙親被惡魔殺死 色戀母親也在不久前被颱風惡魔殺死 他講的跟阿薩遇到的應該是同一個吧 就算如此大家還是很快樂的在外面玩 就算大家都變成了家人 貓也是 比起孤單的在這裡 不如帶到他朋友那邊與其他貓一起生活 這樣也會比較幸福吧 阿薩告訴色監貓的名字叫做克拉木梦 然後把貓交給了色監 晚上旁邊有人問阿薩的貓去哪 他們今天在河邊玩的時候 看到有一隻貓的服飾 跟阿薩的貓很像 阿薩馬上就想到了色監 這次色監來查訪 阿薩問他的貓怎麼樣了 結果色監說明明這裡每個人都是失去嫁人 可是卻只有阿薩有嫁人 這樣不對吧 原來在河死掉的貓就是色監殺掉的 貓的名字克拉木梦 應該是從公則閒置的小說來的 克拉木梦是一隻迷之生物的名稱 最後也是死掉了 這又是過去阿薩心理的創傷 回到現在 阿薩的身體也開始往上掉 因為阿薩太害怕的關係 優魯沒有辦法控制身體 話說電瓶應該要到了吧 那根據預言電瓶應該不會殺死對方 因為他不是因為預言來的 他的行動應該不影響預言的結果 但如果是吉田就不一樣了 因為他已經先知道 如果他來的話就算是干涉預言 但是他要怎麼對付恐怖根源的惡魔呢 推銷的事情是不是最終會聯合在一起阻止預言 死亡惡魔還沒登場先不說 你沒有發現支配 戰爭 飢餓 這三人都跟掉落惡魔扯上關係了嗎 戰爭我們現在看到了 支配要求Dandy去對付掉落惡魔 飢餓把掉落惡魔的事情告訴吉田 那死亡惡魔是不是也會有個橋段讓他加入 快崩華 佘 phen 臂 batter